加拿大蒙特利尔小店里的这份蒸饺是不是看起来很地道 在回洛杉矶之前呢到这个小店里吃了一顿饭 同时呢也逛了一下蒙特利尔的中国城 通过这边这些地道的小吃呢也能感觉到这边的华人很努力 大家好我是Chris Liu咱们继续逛 这里的中国城呢很小很小 大概步行的话呢十分钟就可以走完全城 有一个老板呢就说当初他刚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时候呢 其实呢是有着期待 同时也有着不安 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工作呢才经营起了自己的一个小店 一开始呢生意并不好 因为这边呢华人比较少 大部分呢还是本地人的顾客 无论是针对本地人的口味呢还是经营的技巧 这个都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改进 最重要的是跟当地的这些人建立起一个友谊或者说是信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这小店也逐渐兴旺起来 那么之前付出的努力也开始得到了一些回报 生活呢也变得越来越安稳 随着家人的到来就有了归属感 同时呢他也说移民到一国他乡其实并不容易 来的时候呢是心怀梦想 来了之后呢就要坚持不懈 最后呢才在一国他乡的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找到自己的归属 这个呢听起来跟洛杉矶还是有不同 因为洛杉矶这边呢有很多很多的华人 而且有很大很大的华人区 基本上呢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体系 所以呢在洛杉矶这边呢可能更容易融入 也更容易的稳定下来 而在蒙特利尔这边呢听起来就是初代移民的这种奋斗的环境 通过跟这边的华人的交流啊 包括聊生活习惯呢 感觉还是有回到小时候的这种感觉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感觉就是就是有断代你知道吗 但是呢这几年呢也有一些很多新的元素进到了这里 之后呢我就去逛了一个华人开的日用品店 就是视频里这个 包括菩萨呢或者是这些东西 真的这个已经在国内都见不到了 在这里还是能找得到 包括以前就是老人玩的那个健身球 就是在手里弄两个那个石头球 不停的转 这个也能找得到 甚至上小学的时候学的什么树笛口琴 这里也都有 旁边呢就是这种高楼大厦 可以给人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 或许呢深入大街小巷 理解当地人的生活 这才是旅游的意义吧 这才是旅游的意义吧 这才是旅游的意义的意义 这才是旅游的意义的意义